兩位現在劇集已經出現了 有沒有留意反應 感覺如何 有 其實我跟阿統德元都說過 我們這部劇沒有被人罵 已經很開心 是啊 我們也沒有被人罵 反而還口鼻挺好 是啊 所以都拖賴 整件事都很開心 是不是很大壓力 兩位這次做這個男子的擔政 覺得都特別緊張 壓力就沒什麼 因為都拍了 出街都已成立局 所以會期待這些人的反應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 因為這是賀年戲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帶一些歡樂給香港觀眾 是啊 有沒有說 看一些feedback 有沒有說哪些是特別新印象 或者覺得有些驚喜 覺得觀眾都喜歡什麼 你有看嗎 有 基本上我都看完 無論香港是內地的網民的意見 其實我見到大部分可能都會說 可能我的演技還未夠資深 仍需努力 還有我見到有很多就說 咦 送飯都挺好 很開心心有一晚 簡簡單單 挺有TVB古時這個神怪劇的味道 他們都覺得挺有趣 就是這個回憶殺的感覺 其實我們都很開心 是啊 觀眾開心 我們都很開心 那阿澤東問 作為這個前輩少少 對於可能剛才 孔燕就說 這個 有點進步 是不是有些過創 當然有進步空間 有些什麼意見 有什麼意見 我這個我不敢當 反而他OK的 做起都很自然 還有剛才說 網民的留言 反而我又沒什麼看 先去看看 剛才監製跟我說的討論區 我都不認識 所以 我現在只看那些 Facebook Instagram 其他我都比較 其實要看一下 我最近都開了個小紅書 我見到 是的 但是兩位 是不是都很有默契 其實我覺得 OK 是的 OK 其實幾開心 我們又可以 想到怎樣 找些有趣的東西來玩 然後我們有很多 總之我們 一起捱 整套東西 一起下水 剛剛出了我們 一個井那套戲 我都鋪了一些 背後線出來 我們兩個就浸在水中 冷到傻了 祈福快點 拍完快點拍完 那這個 有沒有一些很深刻的 最深刻的是 現在宣傳沒有陳家衛 哈哈哈哈 搶了他 我搶了他 這次 誰都要搶他吃飯 這個是最深刻的 那之後有沒有些什麼 就是你們兩個 叫做三角戀 你說之後的戲嗎 是的 之後的戲 讓觀眾可以留意一下 追 其實我自己都忘記了 到之後 反而是看一些預告 我才會發現 慢慢知道拍了什麼 但是我記得 我們的三角戀 其實都沒有三角的 其實是單戀 單戀和單戀 是的 就是他戀我 我戀家衛 家衛戀他 其實那個關係就是 因為他是神仙 神仙不會喜歡一個女生 是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究竟 有網民開始問了 究竟家衛會跟哪個男生 最後會成功走在一起呢 這個位置我覺得 要值得慢慢去 我們的關係 慢慢鋪出來 一開始我們的關係 其實都是 可能我對著樹花姑娘 對著她還是 我對著她是空狠一點的 對著樹花姑娘是很客氣的 可能慢慢看到我們其實 其實那個感情慢慢出來 還有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三個的感情都慢慢培養出來 希望整件事之後 關係互動會好看一些 嗯 現在這個就剛剛播出了 那其實有沒有說 將來想著兩個做合作 是否有些什麼就變成的 想驗一下什麼 這個要等公司安排 合作也好 但我們最近經常合作 剛剛我們有拍完一個 關於何年的節目 是呀 在這個遲點會自己 賣TVSuper會出的 但劇集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拍拍什麼 拍踢球戲 拍踢球戲 你做教練 我負責做觀眾 做觀眾 我喜歡看球 我不出場 我不會出場 哈哈 但是大家兩位 即是球迷 美詩 球迷 很大球迷 超級美詩球迷 我是超級美詩球迷 其實有沒有放飛進去 我進去 昨天在現場 哈哈 那怎麼辦 有點傷心 有點失望 再加上有一點興奮 因為看到美詩 但失望之後她沒有下場 是啊 是啊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騙案 看看主辦單位 會否交代我們 因為不只是我 我相信這會是四萬人的心聲 是啊 即是昨天突然之間 全國在香港 大家都很同步 大家的想法 都很有一次 是 美詩團結了我們 希望她來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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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樣調節自己失望的心聲 沒有的 我見到其實很開心 其實我以前有看過她踢球 我在西班牙看她踢球 我好像特地追到她 是啊 但是我今次她在香港那裏特地追她 所以就 是啊 一見到她都很開心 最重要是她開心 是啊 是啊 她好像整個 暴情都不太開心 她好像都不太開心 敲臉 是啊 不知道 最主要是希望有個交代給我們 因為始終都是 其實是香港的盛事 大家都 昨天全香港都在說同一件事 大家都等了很久 我在想 她八十分鐘差不多 出來五分鐘 因為她之前在沙特看了八分鐘 我想香港五分鐘也算是 所有事情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希望 看看會不會美斯主婦 即是她落場 全球都算 她出來說兩句也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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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跟香港社會交代 對 說兩句 那些人很傷感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外地特地來香港看的 即是你飛機 我看新聞 有一個人坐12個小時在新疆坐飛機 然後買了一萬元便會炒飛 就是幾萬元 你想想 整件事都慘 都慘 很重情 是的 是的 還有這套劇 剛才剛才說 李啟泰 你也突然有一個 大家的心情 聽到的時候都很突然 非常不開心 我馬上打電話給監製 和他很友善的朋友 都問他 還有我印象之中 其實阿啟泰那個宣傳 他在我旁邊都不停笑很開心 所以整件事都有點接受不到 很突然 都真的很不開心 但我們都發生了 希望他們的家人可以節哀順變 還有希望他們一家人都平民港安 我覺得大家都要注意自己身體健康 可能在這一兩年間 大家的健康都會特別多關注 還有可能定期做些身體檢查 可能以前 可能要去到 可能再成熟些才做 可能大家現在早些去檢查一檢查 知道自己的身體了解多些 希望預防些不開心的事不要發生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